夜色重重的玉米地中 他们竟遭遇飞来一枪 看到了 看到了 气枪 气枪哪 险些致命的伤情 究竟何人所为 因为考虑到这个枪的那种特殊性 我们怀疑是仇杀 神秘的宝石杰汽车 奇怪的男子 他们到底为何突然出现 我开车过去 开车过去 我挡住他了 我挡住他了 枪声背后居然暗藏两个秘密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巧合一枪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有句老话叫无巧不成书 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一些巧合 让我们觉得惊奇 我们今天要讲的 也是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 但是这个巧合带来的不是惊奇 而是惊吓 甚至是生命之危 2020年6月10号晚上9点30分左右 江苏南京的一个警察 吴宁正在执行一个任务 突然110指挥中心给他来电话了 说是就在他附近有人受伤了 情况严重 让他赶紧先过去看看再说 有个人被气枪打中了 需要我们警察去协助去抢救 竟然是中枪 吴宁马上就出发了 到了一看 不好 受伤的年轻男子躺在一辆车的后排 虽然意识清醒 但是看上去相当痛苦 他就指着自己的肚子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他肚上有一个子弹打过的眼 很清楚 而且受伤的人很痛苦 吴宁俩有的受伤男子呢 叫小剑 没有犹豫 就人要紧 有小剑的一个朋友开车 一个警察跟随 迅速就向医院搬去了 一路上呢 小剑一直在痛苦的呻吟 听的是让人揪心 看来小剑的伤情不容乐观 而到了医院之后 小剑更是忍不住呕吐起来了 嘴里还夹杂着血沫 小剑很快就被安排做了CT 通过检查结果 医生发现子弹竟然将小剑 整个腹部几乎败穿了 这个是那个子弹 这边是右侧 在右侧的那个皮下 从左侧的胸部打过来 一直这样穿过来 小剑很快就被送进了手术室 一场生命营救展开了 可是反过来呢 我们也得问一句 小剑的伤是怎么来的 根据伤情 医生的初步判断是这样的 因为考虑到这个枪的那种特殊性 我们怀疑是仇杀 腹部枪伤 的确有故意夺人性命的嫌疑 真的是仇人所为吗 又是怎样的仇人 竟然持有枪支 并且敢用枪伤人呢 看来这案子不简单 案发现场 警方已经展开调查了 警察正在询问呢 正是小剑当时的 两名同伴之一 小平 按理来说嘛 既然中枪了 那到底是谁打的 总该知道吧 可是小平的回答呢 让人挺懵的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没错 小平的神情困惑极了 他表示 当时的情况真的是特别蹊跷 事发那会儿呢 他和小剑 还有另外一个同伴小俊子 三个人正在玉米地里蹲着呢 可是突然 凭空就飞来一颗子弹 直接射中了小剑的腹部 这么一说呢 真的是够怪的 不认识的人 难道会无缘无故的伤人性命 这是真话 可是很快 陪同小剑去医院的那个同伴 也就是小俊呢 来到派出所了 他强调 小平没乱说 那人他们真的不认识 但是他很快就补充了一条关键的线索 小俊回忆呢 当时看到小剑受伤了 他就立马从玉米地里跑出来了 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出来呢 看到旁边的路上 驶过一部保时捷的汽车 当时呢 他的车也停在路上 二话没说 他就追上去了 他就直接从那个小路上面到处开头了 我知道了 里面那条路不通 不通 我就赶快就住 我也是开车 开车就追他 你是站在过去的 我是开车过去的 开车过去我挡住他了 我挡住他了 堵住他了 堵住他了 小俊当时也紧张 不一会儿呢 他看到保时捷车上下了个人 我当时没有看到的枪 就看到一个 就看到一个人 对 一个家事人开着车子 对 然后你跟家事人都不家在那里 我说你们 我就问他 是不是刚才你们打枪了 他开始说不是 不是在我问地区上 就你是哪去呢 据小俊说呀 在他的一再逼问之下 对方才无奈地承认 他们就是开枪的人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对方坚称是无意为之 可是小俊却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要知道他们当时可是蹲在玉米地里 距离路边还好远呢 对方要不是故意瞄准 怎么可能打了他们呢 并且小俊说他仔细回想了一下 似乎在枪响之前 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看到一个红外线 看到一个红外线 一个点 那个车里射出来的一个点 红点 是不是就是那个红外瞄准器呢 这么说来挺可怕的 难道是真的故意杀害 小俊说当时他也很想弄清楚这一切 但是牵挂着小剑的伤情 他拍下了保时捷的车牌之后 就回到玉米地了 而当他掺着小剑上车的时候 那辆保时捷早就消失了无影无踪了 过程回顾完毕 案情确实蹊跷 按小俊所说 那个开着保时捷的男子 就是整个案情的关键 幸好小俊机灵拍下了车牌号 警方这就可以暗足所计了 警察很快就查到 车是登基在一个叫汪强的人的名下 汪强是1988年出生的 多年前就开始在南京工作 现在是一个生意做得不错的小老板 但是很快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因为这个汪强就在事发当晚 也就是6月10号的深夜 竟然自个儿到派出所投案自首了 但是汪强所说的出人意料 据汪强交代 罪魁祸首不是他 而是跟他一起来自首的叔叔汪文 汪强表示 当天晚上他们俩一块出门来练 无意中汪文用枪打到了玉米地那里 就伤到了小剑 事情就如此简单吗 汪强真的只是一个局外之人 如果案情这么快就水落石出的话呢 今天这件事也就称不上是致命的巧合了 接下来我们一步一步的来为大家揭开真相 首先 警方发现汪文说的话 包括说话时候的神情特别不对劲 每当讲到气象的时候 他愿意回避 躲躲闪闪 含糊不清 都说做贼心虚 但是反过来 如果没做贼的话 非要把事往自个人身上揽 那肯定也是心虚的 由于汪文的异常表现 警方觉得他和汪强的话都不可信 真相往哪儿查呢 大家肯定还记得汪强的那辆保时捷吧 警方发现了 汪强来自首的时候 还把车开过来了 往车上一看 套奖果然安了行车记录仪 而且内存卡也没拿走 挺好的 很快行车记录仪的画面 就被调取出来了 警察仔细查看了一下 案发时前后的录像 这问题就来了 大家看哈 时间是事发当晚21点14分 正好小剑刚受伤之后 车上呢却走下了一个人 这人明显不是汪文 他是谁呢 眼看着汪强和汪文都支支吾吾的 明显有所隐瞒 警察就告他们了 如果这样的话 自首情节肯定无法认定 这么一来的话 你们头案还有什么意义 一听这话呢 汪强和汪文也知道 自个儿咋就露价了 终于说出了全部实情 但这实情呢 着实是让人万万没想到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 这个过程 我们用汪强的视角 来进行讲述 还是6月10号 时间是傍晚 汪强呢 约上了朋友阿兴 要去做一件 他向往已久的事 我说我们两个出去打鸟去 看看能不能打到 然后我们两个 约的是天黑之前 8点钟左右吧 我7点多钟去接上了阿兴 除了阿兴 汪强说呢 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初号叫小老头 车子一路向郊野开去了 此时呢 阿兴是司机 而汪强呢 则坐在后排 随时观察 有没有他心仪的猎物 当然了 这个时间是晚上 视线肯定是不太好的 所以汪强说呢 还准备了一个特殊的工具 手里不是有个热成像吗 就这样子 想办法到那边去 结合行车记录仪的画面 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 在21点11分左右 车子停下来好一会儿 汪强说那是因为 他终于有发现了 这个热成像感应仪的 这个屏幕上 闪烁出一片白脸 这是有活物啊 台头一看 汪强就发现 目标地点是一片玉米地 然后我当时以为是 野烊或者什么的 还等什么呀 汪强摆好气枪 瞄准位置 带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 跟着扣动了弯机 具体怎么瞄我也不太会 因为很多热点嘛 我就朝里面去 随便就是一个地方 就这样打了一下 我们知道 这一枪过去 打中的可不是什么鸟 或者野鸭 正是在玉米地里 蹲着的那三个人 而被枪击中的 正是小剑 小剑这也太无辜了吧 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呢 不过还有个疑问 如果车上当时是三个人 为什么后来小剑追上去的时候 只看到车上一个人呢 对此呢 汪强承认 当时他们用了个金蝉脖鞘 汪强说 其实当时一枪打 我记得他们立马就知道 大事不好 听到人叫了 当时我们心里都是比较害怕的 然后就说加油们 我们就车子往前面开了一点 行车记录仪的画面里呢 车子明显是越开越快 看得出来 汪强三个人也慌了 很快 车子进到一个村子里 可是这条路是断头路 只能回头 没办法 汪强说 他只好叫阿星和小老头 赶紧下车 把这气枪藏起来 我就把他放在这个一个藏 放在一个火壁 再之后呢 事情就跟小郡的讲述接上了 当汪强一个人 把车掉头准备出村的时候 恰好呢被小郡拦住了 汪强说 他一开始还不想承认来着 可惜呢 这小郡挺精明的 看着瞒不过 汪强说 他当时一下子就慌了 当时就是我脑子也基本上空的 记不清任何东西了 我就记得很清楚 就是我说 我说兄弟这个事情私了 我说你担紧 我们先把人救了 汪强一心妄想着所谓的私了 但是小郡呢 很快就戳破了他美丽的幻想 小郡告诉他 已经报警了 汪强一听啊 感觉大事不好 立马就开车跑了 回家后呢 汪强说他是越想越害怕 怎么办呢 汪强找到了自个的叔叔汪文 一把人一把泪的就空了 所以呢 为什么最后汪强拉上汪文自首啊 感情他竟然是抱着欺骗警方 让人顶包的想法来的 可惜他和汪文呢 都是漏洞百出 这警察火眼金睛 一眼就看穿了 再加上汪强那车的那个行车记录仪的助力 一窍就水落石出了 而这个时候呢 距离事发呢 其实才过去另一个小时 拓安速度 堪军称是神送的 等到第二天白天 警方也很快带着小老头呢 到那个村子里 把行车的气枪给找着了 枪是在 就在这个位置 摆在这了 就摆这个 这摆这个了 这摆这个了 这些气枪的来源呢 警方也查清楚了 是汪强自个儿守犯养 想打猎 找一朋友借的 我就想到 这东西能不能借给我 放我这边放的 我说我有空的时候 尝试一下看看 不得不说 小剑中枪之初 谁都没想到 整件事居然是个巧合 可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巧合 却不止于此 随着警方的继续调查 案情居然出现了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 戏剧化的一幕 我们在这儿 可以先给大家一点提示 之前说了 枪响的时候 小剑是蹲在玉米地里头 被汪强打中的 可是大家想想 那是晚上九点多 郊外一片清 小剑他们三个人 蹲玉米地里干什么的 这是不是不可常理 谁都没想到 反常的背后 居然还藏着另外一个大秘密 可以说 这才是整件事 更为巧合的地方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 手机交易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扣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 刚才我们提出了问题 小剑 小平和小骏三个人 大晚上的为什么蹲在玉米地里呢 别急 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答案 不过为了讲述的更清晰 我们再来换个视角 时间还是案发当晚 那是20点18分 南京市江陵区110的电话响了 有人报案 接警之后 警察迅速出动 其中有个警察 正是开头我们讲的那吴宁 大家回想一下 吴宁为什么能那么及时去救治小剑呢 不就是因为他当时在附近 执行另外一个任务吗 这任务就是找电鱼的人 暂时没有找到电鱼的人 我想扩大这个搜索范围 就是附近马路周围的都转一转 就附近的这个路边 它会有水沟 然后农田之间也会有那个水沟 我们就只要沿着这个路边找一找 看通的找到他们 只可惜吴宁说他当时找来找去的也没有看到电鱼三人奴 不过也幸亏吴宁在附近 才能这么快地救着小剑 事迹说到这我们再回到那个问题上 为什么小剑他们大晚上的偏偏蹲在玉米地里 或许有人已经有猜测了 电鱼那仨人还能有谁 没错 正是小剑他们 只不过电鱼的时候 他们远远的就看到警察来了 于是赶紧拿着电鱼的那工具就跑了 可是警察呢就在附近躲哪儿去呢 突然他们看到了旁边的玉米地 拼盘蹲在一起 就是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 然后那个草能盖住 这就是包米地 可能就死了根玉米吧 就夹在这个玉米里面 看到警察一直就在附近转来转去 小剑这仨人呢 就在玉米地里头越蹲越低 直到几十分钟之后 终于他们看到警察都远了 现在这口气呢稍微松了点 可是就在他们打算出来的时候 突然又一辆车开过来了 肯定啊搞定已经去开到旁边来了 还是那句话自我为心虚 这时候小剑他们哪敢冒头啊 于是继续蹲在玉米地里头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天不同人院 也更没想到无巧不成书 突然砰一声枪响 小剑应声倒地了 这回他们想不出来都不行了 知道了这个前情 我们再把事情接到开头那一幕 警察无宁接到附近有人受伤的消息 然后把小剑送去医院 这时候呢 无宁哪能想得到 他救的居然就是他要找的那电鱼三人鲁 而小剑他们呢 正是因为自己违法电鱼 他们警察发现 这才躲到玉米地里 自以为藏的牢 可偏偏他们遇上了出来打鸟的汪墙 就这样鸟没找着 鱼没垫着 反而猎鸟的人把垫鱼的人给打了 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啊 不能不说 小剑呢 也是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因为他伤的真的是很重 当时小剑被送上手术台之后 医生发现小剑的情况 竟然以CT显示的更严重 因为多脏器受损 后来呢五名不同科室的医生 轮番为小剑进行了手术 总而言之就是消化道已经打穿了 我们只能给他做一个 一十二张确助术 这是我们乌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手术 创伤很大 一线十二只肠胃都要切掉一部分 同时要把胆管要切断 手术足足做了六个小时 后来小剑又被送进了ICU 待了好几天 因为这么严重的病人 我们手术之后 就在ICU一直监护了有三天 重点是监测它那个遗漏的情况 我们最害怕的两个遗漏 引起的这个病患者 一个就是出血 一个就是感染 好在最终呢 小剑的命是保住了 可是医生说呢 由于伤心过重 即使手术了 小剑未来的生活 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做完这个手术之后 等于它的整个消化道的 做了一个改道 胃是做了切除的 切除大概就是五分之一左右 十二的常识全部切除 医生呢 切除了一部分 将来它的消化功能也好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甚至这个人啊 他可能会变得消瘦 一个多月之后 小剑呢 总算是恢复了一些 也注意可以说话了 可是人的明显 就是相当憔悴 说起这一切 小剑也是特别的唏嘘 他说自个儿 真的是受了个太大的教训 这一枪让他终身难忘 我也只是电视上面看到 一颗子弹打穿掉 怎么样 就是说一股气流打进去之后 里面很痛 表面不是那么痛 从这里进去 从这里出来 至于小平和小剧嘛 他们是没受伤 可是他们也是后话不已 他们甚至都不敢想象 如果当时汪强的瞄准点 偏过来一点 那结果会是什么呀 打到我们俩人 肯定就没命了 为啥 我们蹲得比较低 打的我们肯定是打到头 肯定是伤半部分 那肯定就 需要说明的是 即使小剑受伤了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 电鱼三人组违法行为的认定 之后呢 警方把案子移交给了 当地愚悦部门 这三个人都受到了行政处罚 最后呢 当然再来说说汪强他们 先是伤人 后来又让小老头和阿兴去藏枪 最后呢 更是找自个儿的叔叔 试图顶包 无疑 他们的种种行为 都越过了法律的边界 首先呢 说一下汪强的朋友阿兴 由于气枪拿来之后 汪强一直都放在阿兴那里的 所以呢 他因为涉嫌藏匿枪支 受到了行政处罚 至于小老头呢 则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 也受到了行政处罚 而汪强的二叔汪文呢 因为涉嫌做伪证 被刑事拘留了几天 伪证队这块 并没有影响我们司法办案 主要进程 相对来说情绪还算轻微 所以我们已经采取了 这个取保护人枪支措施 那汪强呢 先说持有气枪这事 我们关系相关的法律 和司法解释规定 非法储存气枪 两支以上的构成犯罪 当然了 汪强只持有一把气枪 可是我们知道 他伤人了 虽然是无意的 是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巧合 但是呢 中国政法大学的 这个曲新九教授指出 从法律角度来说 这并不能成为汪强免责的理由 你像本案当中 他拿着枪 把人当成的猎物 开枪射击 主官是有过失的 有可能涉嫌构成 过失之人重赏罪 按照我们法律规定 可以出三年以下 去徒刑或者拘役 一般人会觉得 这个很巧合 很偶然 但从法律上评价 因为你的持枪行为 是非法的 你这个枪支是违禁物品 这种情况 很难以意外事件 作为免除法律责任的理由 不过由于汪强的认罪态度良好 又主动承担了 小剑二十多万的医疗费 在刑事拘留十天之后 警方对汪强的 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强势措施 好让他能够回去做生意 以保证有能力 来承担小剑的后续治疗费 除了之后呢 汪强第一时间 就去买了些吃的 他说他想去看望一下小剑 表达安笑自个的愧疚之一 我怕他吃不了饭 就先买了这些东西 我老婆之前已经去 看过伤者两次的 也给他带了一些东西慰问 这个是我21号网上买的 准备就是今天去 发生了这个事情 任何一些处罚 我都必须得接受 坦然面对 静好 虽然事发后汪强一度糊涂 但是呢 总算是有所担当 而今天这一事嘛 的确应了那句话 无巧不成书 可是在巧合的背后 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 不管是小剑这边 还是汪强那边 他们大晚上出去 都是为了同样一个目的 那就是通过违法的手段 去做自个儿想做的事 可结果呢 小剑受伤 三人受到行政处罚 汪强那么三个人 更是涉嫌犯罪 这样的教训 是不是正好印证了 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 天网灰灰 说吧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按下收看的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位硬市场 去下载手机 将一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下载手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